从高空往下看 投原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是自然山林 带着大人小孩实地体验山林及部落生活 体验原住民寇山吃山的饮食文化 投原文创博览会与农业局合作 将有机蔬菜园搬到展场 让民众踩在土地上贴近土地农作物 进而关心产地到餐桌食材来源 北部地区很大部分的蔬菜都是桃园这边栽植的 然后其实它就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可是大家却好像没有注意到 不知道我们这每天吃的菜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讯息很重要 就是说桃园其实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 从土地的记忆 我们从地方的重新认同 然后到了所谓的实验性议题的发展 你会发现其实桃园有非常多等待着被开发的 不管是原住民族的 不管是客家的 不管是闽南的 还是说我们对于所谓的十大伴手礼这样子的议题 都可以把它收纳在一个好的文化场域里头 2020桃园文创博览会以人文与风土为题 以马祖新村作为文化场域 率先挑战与桃园市各局处合作 让所有的文创参展者实际踏入桃园 配合地方政策及产业产出新作品 里面有很多设计包括刚才我特别介绍的 这个限量发行的文创便当 把桃园在地美食把它做了整合 那其实我们整合的单位还蛮多的 从农业到科技 从文化到族群 到各种不同各样的这个作品 那如果大家喜欢设计展 其实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文创博览会 那这是一个地方型的设计展 展览现场民众可以透过美食音乐手作 VR讲堂等不同的体验 进入桃园发现桃园的美好 新唐人亚特电视胡说张天杰 台湾桃园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